大家好,我是Satiga,是被目前业界认为是最顶级的鱼轮,被称为是完美鱼轮 今天就拍一个14000型号的一个开箱和上线视频 14000型号的话,重量由665克,最大阻力25公斤 Ocea Shemino P5买了一个400米的线,是专门针对14000型号轮子的 稍后的话就缠线,看一下是否可以缠得下 最新款的Satiga是分为了两个类别的大小,中型轮和大型轮 中型轮的话是814000的尺寸,大型是1820000的尺寸 中型轮的话最大刹车都是25公斤,大型轮的话是30公斤 Satiga在手里的话手感非常的好,转弄起来的时候报警声响非常的响亮 响起上鱼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错 说到轮子的刹车的话,很多轮子的厂家的标号的话都会有一定虚高的成分 或者是达不到参数,或者说即使达到了相同的刹车的话也是不顺畅的 但Satiga的话它的实际刹车是高于标号 另外的话放在手中的话摇起来非常的顺滑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只是凭借摇杆自己的这点重力 轮子都可以非常流畅的旋转起来 不愧为是最顶级的鱼轮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开始上线 这次上线用的是史曼诺家的Ocean 是它家的水面细鱼杆 有14公斤的吊重 所以说对待一般的巨物的话都没有问题 Satiga越论摇起来非常的顺滑 只需要轻轻推动一点点 凭借自己的摇杆的正量的话 旋转起来就感觉没有阻力的样子 然后在手里的话 实质的感觉会更好摇起来的时候 感觉手的阻力非常的小 物理产品方便是自制的一个上线器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自制的上线器 应该效果怎么样 看一下Satiga14000是否可以装得下 史曼诺家P5400米的线 事曼评测具 第一次用自己自制的上线器 上紧了一定的紧度之后 轻轻的测试了一下1.46公斤 非常的顺滑 两公斤以上的时候也还是非常的顺滑 OK,我们现在开始上线 上线的时候我用的节是叫Uninaut 就是非常通用的一个节 基本上就相当于打半圈扣 只是在中间绕了五圈 在往轮上缠线的时候 我会绕两圈 这样子的话可以增加 线跟轮子之间的一个咬合力 防止线在轮子上打滑 另外的话 线往轮子上缠的时候 有两个方向 就是本身的话 线头收主线的方向 如果是正着的方向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在鱼轮出现的时候 假设遇到了居物 线会越咬会越紧 但如果反着方向的话 可能会导致线打滑的情况 就像现在视频中看到的一样 线再转,轮子不转 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线在鱼轮上打滑了 就需要把线重新松开 然后旋转180度 重新再上线 旋转180度之后的话 这样子的话 线的锁定方向 应该跟轮的旋转方向是相反的 也就是鱼轮在遇到 居物出现的时候的话 线就会越咬和越紧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鱼轮就不打滑了 而是线拽动着鱼轮刹车在起作用 好的 我们现在就开始正式的开始成心 在实际上线过程中 在一公斤多的阻力下 越发感觉摇起来非常的顺滑 感觉摇动起来非常的省力 自制的上线器表现很不错 出现非常的顺滑 摇动起来的时候非常的流畅 这样的话鱼轮上线的话 松紧度会非常的均匀 咬四半米的线上一轮 在组力下也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情 OK 第一轮上线终于完毕 平时钓鱼的时候 8公斤的刹车 基本上完全够用的了 所以先试了8公斤 左右刹车试了一下 出现非常的顺滑的 但是有点咬线 可能是缠线不够紧 一到两公斤的上线阻力 不能让Sautica充分发挥自己的一个潜力 另外线缠队等过多 差不多多了四五十米左右 这样的话 抛起来的时候可能会造成缠线 所以决定诚心缠线 因为线已经缠到轮上了 所以先需要把轮上的线推下来 于是我就使用了自己的一个 Semando的TLD30把线全部推下来 另外针对自己的自制上线器 Semando的TLD30可以提供更高的上线阻力 并且可以更顺滑 新款扫梯的散热非常的好 出现差不多要出了100来米了 摸上去的话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热度 线都上到SemandoTLD之后 现在的话就是开始 重新往小间更加线器 因为阻力设的比较大 所以出现的时候 因为第二次产线的时候阻力设得非常大 所以摇起来的时候还是蛮飞劲的 向好扫梯嘎的话摇起来还是相对比较省力 所以这次的话往返产线了相当于一天200米 但是胳膊也还是可以受得了 再加大阻力之后不仅400米线完全放得下 而且排线非常的漂亮 这是回看第一次产线阻力不够 所以的话产线不够紧 有点产线过多容易造成爆线 感谢观看